在清朝晚期 当时的咸丰帝纳了一位妃子 但让咸丰帝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妃子 改变了晚清王朝的命运 他就是慈禧 而慈禧这个影响着整个晚清王朝的命运 将其朝中大权一点一点独揽过来的时候 其政治手段与谋略 丝毫不逊于其他的男性政治家 但是在清朝晚期 但是慈禧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有手段的女人 因为在慈禧背后 还有一位能力强大的太后 她就是慈安太后 虽然慈安太后存在感没有慈禧那么强 但是其谋略手段却丝毫不属于慈禧 就比如慈安太后当时就与慈禧 针锋相对地做了一件事 就可见她的果断 当时一位叫做安德海的太监 因为在宫中受到慈禧的照顾 所以她这个人也是十分的嚣张 而清朝的规定中 是不允许被静过身的人私自出宫 否则就是犯了杀头之罪 但是安德海仗着自己在宫中的地位 又慈禧给自己撑腰 于是竟然私自外出 要是外出也就算了 但安德海在外面还是十分的嚣张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出来了一样 大摇大摆的 而她忽略了枪打出头鸟的根本道理 被当地巡抚所抓获送往宫中 之后按照大清法律的规定 安德海这样的太监私自外出肯定是要被斩的 但是慈禧却偏袒她 想保她一命 可是慈安太后自然是眼睛里容不起沙子 认为不杀这个太监 那就破坏朝廷的规矩 让其他的人怎么看 难道大清王朝的法律法规只是一个白色吗 最后慈安太后一心 想斩了这个太监 而慈禧没想到慈安太后如此强势 毕竟是自己理亏 于是便放弃与慈禧从正面产生矛盾 锋芒被慈安太后盖了下去 但是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事后的慈安太后过得并不平静 在年仅45岁的时候便突然死去 但至于是怎么死的 外界也是存在着颇多的推测 很多人直指慈禧 认为慈安太后是慈禧掌握朝中大权的一颗绊脚石 因此被慈禧所算计 但是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佐证这样的观点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们怎么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